大家好 最近这个视频更新一点慢 店也太忙了 然后也没有时间发视频 又到了修空调的季节 修空调其实这个慢漏啊 慢漏浮凉 是最耗时耗力的活 非常难查 这是一台老款的大陆麦腾 我哥跟我反应是 一个礼拜十多天吧 浮凉就会下降 空调的凉度就会有影响 来检查是慢漏 我哥说 一个月前打过一次 去年是一个月 加一次 然后慢慢就是一个星期加一次 今天点加不起了 然后也是前两天刚加完又没了 然后送过来检查 送过来检查呀 也是啊 外边都检查了 都不漏 最后是怀疑是里边的蒸发箱漏 但是如果更换这个蒸发箱的话 需要 特别大的工程量 需要 台工作台 然后分解 暖放箱才能把蒸发箱取出来 不太死心呢 然后 第一个是 怕拆下了以后不是蒸发箱不漏 第二个就是 为大哥省点钱吧 因为台表台的涉及到工事费这一块 然后最后啊 用工具分段打压 终于把这个漏点找到了 一开始打的蒸发箱 打蒸发箱的时候 一点都不掉压 最后打的冷静器 发现冷静器有掉压了 但是这个冷静器啊 非常不容易被发现 它这个漏点大家看没看在冷静器的背面 如果你不全拆下来情况下 你是看不到这个漏点的 看正面是一点不漏的 最后没办法把冷静器拆下来 分段打压 测试冷静器有漏 给我哥把这个漏点给他找到了 然后 给大哥发了个新的冷静器 存原厂的冷静器 装上了以后 我这是从早晨8点42开始打压 打了压了以后 等到了中午 中午12点 这时候我哥也过来了 然后 一点都没掉压 一点压里都没掉 这样子也放心了 关键我也害怕打压了以后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 掉一点 那么可能他就能多坚持一个月或者两月 这种情况下就不掉压了 最后是把浮量给我哥加上 然后 非常凉啊效果非常好非常凉 室内温度最低可以达到4点几度 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把握 尽量不要去太工作太 因为工程量 太大了 最好的检测方式就是 分段打压 利用工具以后分段打压 就能精准测量 然后 给我哥加完了以后 都装完了 当个满意的离开 感谢大家 收看 其实这个活儿并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 就是细心一点 就能找到 所以大家找漏的时候 一定要先细 感谢大家